那第一點,我覺得這樣,國家有國家要處理的問題 不用每次都把選舉掛在嘴上 還有一點,選舉常常是一個過程 在過程當中去凝視國家的共識 或是說,讓我們去聚焦,我們到底要處理哪些問題 而不是老師在講誰跟誰配的 太多這種,不管是陰謀論或是這種秘辛 像這個你看,國台命桌跟火友宜兩個密會 今天這個消息傳出來,我就問,這個是怎麼出來的 聽起來就怪怪的 我跟郭台銘見面過很多次 報紙上還沒有寫什麼 所以我要覺得是這樣,認真做事 台灣有台灣必須在當前要面對的問題 我做人是這樣,就是說大家方便就好 大家方便就好,只要心存散戀 希望說我們所做所為事,對台灣有好處 這樣就好了 每個人都想當太帥,我告訴你 理性不需要我那麼痛苦 你覺得自己自己的心中 就強大是錯了 我都想當太帥 我們會跟郭台銘寫 想來抓住 出題